是不是跟我们现在住的是完全不一样的风格 这个房间也超级大 你什么感觉 好爱心 好大的回声啊 哈喽大家好 我是戏看 每次我又搬家了 现在呢刚搬进来到处都是箱子 就先整理出来这个小角落给大家拍拍视频 那视频的后半部分会带大家一起来看一下我们这整个新家的一个样子 先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为什么又搬家 那这次搬家呢确实有点突然 本来那个房子是到明年一月底到期的 其实我们不太想那个时候搬 一个是冬天找房真的是太痛苦了 大冷天要各种跑来跑去 还有呢就是那个时候刚好快要过年了 很多搬家公司都没有多少人手了 所以我跟肉丁商量后决定提前到十月底 这样呢刚好下个季度的房租就不用再付了 经过在中环生活的这一年 我们俩真的是对住在老城区的日子超级超级的想念 我们喜欢的地方就是北至南京东路 南至嘉山路 跨越了黄浦静安还有徐慧都超级超级的喜欢 尤其的店很多出门随便走一走就有很多很多的小惊喜 处处都是老上海新上海的一个碰撞 觉得探索起来超级的有趣 那我们从中环的家坐地铁去这边的话要一个六小时 打车的话也要四十多分钟 有的时候如果堵车的话要花费更久的时间 雨天还打不到车真的超级的崩溃 所以呢久而久之我们的生活半间就围绕在居住地范围四公里以内吧 不得不说上海真的是太大了 而且每个区域的居住体验真的是完全不同 虽然中华那边的生活也很便利 有自己的商场呀还有生活区域 但是就是少有点乐趣 所以对于我这种不用通行的自由职业者来说 好像居住环境还是挺重要的 有活力的地方呢可以给我带来更多的活力还有灵感 那有人说西西卡你每年都搬家不嫌麻烦吗 其实我觉得还挺麻烦的 但是我觉得我们有点像城市旅居的感觉 每一年在不一样地方居住 跟我们不一样的生活体验 可以给我们很多东西 是可以忽略掉搬家带来的麻烦的 有一个事情很有趣就是 只要我们提到过去发生的某件事情 我可以很清楚地说出它发生的年份 就是因为每年我们都在不同的生活地点嘛 就非常有记忆点还挺特别的 有时候我们俩都在想 是不是我们这种性格不太适合买房 就很适合长期租房居住 说回我们这次找房 其实我们的需求就是希望在一算份内 保证地段还有面积 房间的采光要好 装修情况可以稍微差一点点 没有家具也没有关系 后期通过我们自己的妙手来改善就好了 但是如果是那种家具很多 我们又不喜欢的话 如果房东不让扔的话 对我们来说就不太符合 因为毕竟是做家具博主嘛 但是我发现符合我们要求的房子 真的是超级难找 不知道上海小伙伴有没有了解 今年的上海租房市场 整个涨了有20%的样子 特别是市区这边的房子 稍微好一点的 性价比高一点的 都是要靠抢的 之前我们在复兴中路那边 开动了一套房子 我们都快要交订金了 但是被人给抢的单 就特别特别的遗憾 就在我们觉得有点沮丧的时候 就遇到了现在的这个房子 当时中间呢 就只是发了两张图在朋友圈里 还都是很乱的样子 但是呢 我通过这两张图 看到它的潜力 然后我跟若迪一起来看了 这个房子以后 当场就决定就是它了 它其实不算完美 有很多硬件都有点旧了 但是同时它也有 非常有特色 它是一座在外滩附近 快百年历史的 一个老公寓楼 两室一厅 左面厅将近有100平 但是它的价格 远远低于市场价 刚刚好就在我们的 E3范围之内超级开心 其实在看房之前 我们从来没有来过这栋楼 来以后对上海老建筑 就突然燃起了 前所未有的兴趣 可能是因为 你生在这里的话 你就很想去了解它吧 那铺垫了这么多 我给大家来看一下 我们第一次来这里拍的视频 当时都完全没有收拾 真的非常非常脏乱 请大家做好思想准备 可以发挥一下 你们的想象力 想象一下清理掉 这些杂物之后的样子 这边是入户门 左边呢 就是一个衣帽间 它是这种暗间 黑不溜秋的 这边是一个宜门 然后往这边呢 就可以看到更多的房间 这边是一个 可以当卧室 也可以当书房的一个房间 它以前是放两个床 然后我打算只留一个就好了 然后这边呢 这是一个开放式的厨房 这个厨房不是特别的大 我把这些都给打开了 让通通风 然后所有的垃圾还没有清扫 保洁也没有做 给大家看一下最原始的样子 然后这边就是客厅区 沙发 我要让它搬走 因为这个沙发太大了 而且点点坏掉了 然后这边有一个石木的桌子 我还蛮喜欢的 打算把它留着 可以当我的梳妆台 或者是梳桌 我超级喜欢这个房子 就是这种老式的窗户 超级有感觉 门我也超级喜欢这种圆弧状的 它的户型也是这种老公寓的感觉 然后这边是一个三角形的区域 其实这边阳光很好 我在想要不要这边 可以放点绿植就这样开着 应该蛮好看的 因为这个房间没有阳台 所以我就想 这要不然当阳台 放我的绿植好了 这边是洗手间 打开 打开 这个洗手间也是挺乱的 然后它这个洗衣机太原始了 我打算让房东给搬走 我再买一个 洗手间也是有两个窗户的 通风很好 它这个是防水的涂料 涂上去之后 它不会掉漆什么的 就很干净 然后它也会干 我不知道这种防水涂料 靠不靠谱 有没有懂的 小伙伴可以跟我说一下 这边呢 有一个房间 这个房间超级的大 这个房间有三个窗 然后这个床我觉得太丑了 我让房东打算把他给撤走 然后这些乱七八东西全都撤走 只有这个柜子 还有那个 它是钉在墙上的 可能去不走 但是这个颜色 我觉得有点太沉嫩了 我在想回头 是不是可以 它再弄一个别的颜色 这个以后可以去改造一下 反正这个房间超级的大 我在考虑要把这个房间当成卧室 还是把刚才那个房间当卧室 这个房间有个问题就是 它离那个外滩的中楼非常的近 然后房东答应我 可以在外面再加一层玻璃 其实这个玻璃已经是双层了 他打算再给我加一层 也就是三层玻璃 这样的话就会好很多 非常感谢这个房东 然后大概就是这样子 超级的脏乱 但是我就是看中了它的底姿 非常喜欢 非常喜欢它这种老房子的这种细节 然后整个楼也是非常的有故事 然后我之前从来没有住过这样的老公寓 就觉得还是蛮新奇的 又紧张又期待的那种感觉 很期待把这些东西都撤走 会是什么样子 看 入丁入境了 给大家看一下最上面的灯 这个灯超级的复古 但是里面好多好多花瓣啊 不知道谁撒进去的 这个要好好的清理一下 给大家听一下外滩的钟声 听到了吗 那我就期待师傅把这个给打扫完 期待我们把它改造完成吧 我们会一起把它给弄好的 加油 后来呢房东就找阿姨 做了一个整体的大扫厨 然后我们不需要的一些家具 给撤掉了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 清理过后的样子吧 哈喽 欢迎大家第二次来到我们的新家 给大家看看现在是什么样子 这个是衣帽间 现在还对了一些我们打算把它DIY的一些画 然后这边已经把所有的可以清走都清走了 超级清爽 这个阿姨打扫的真的很棒 我本来还拿了好的东西 想来打扫一下 结果发现她打扫的应该比我打扫的更干净 我真是太喜欢她了 超级的大 哈哈哈哈 是不是跟我们现在住的是完全不一样的风格 这个房间也超级大 房东还给我们又加装了一层双层玻璃 现在我们是四层玻璃 超牛 现在你还在下雨 其实刚才我听了一下 钟声还是有一点 但是应该不会影响睡眠了 我觉得我还可以 回头双11块到了 我要在这边再买一个洗衣机 本来我想分开买一个洗衣机和烘干机 但是可能放不下 现在只能买一个洗红引体机了 开心吗 你什么感觉 开心 好大的回声啊 大家可以帮我们想想 可以怎么布置一下 你要不然坐下 找地方坐坐 等下就这两个地方 对 一个这个东西一个大东西 对 我还在想要买一个稍微大一点的 还是买两个那种单人沙发 然后比较灵活比较好布置 大家有没有什么灵感 可以跟我分享一下 这个桌子我应该会搬到大房间里去 我是很想在这边弄一个壁炉 就那种比较装饰感比较强的那种壁炉 然后放一些装饰品 厨房因为它有点小 我想在这边再加一个吧台 这样的话呢 我可以放一些我的小电器什么的 其实我还有很多小电器 我还没想好放哪儿 可能家具会慢慢的填纸 不会买的特别的快 OK 这期呢 就是把我们找房的新入历程 还有前后的过程都给大家分享完了 下期呢 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打包 还有搬家的过程 也是超级的一波三折 从早一直搬到晚 用了四辆车才拉完所有东西 那我暂时不多剧透啦 我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 拜拜